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报到的冷气团 会让温度下滑的速度会变得更快 最冷的时刻点会是在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会比现在还要再低个一到两度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好 我们来看一下北部地区 阴短暂阵雨 降严几率高达80% 白天的温度14到15度 其实温度全天都是湿冷的天气 而中部地区呢 其实也很明显的感受到温度的变化 阴矢阵短暂雨 降严几率30% 不过白天的温度也只有16到17度 跟上个礼拜温暖的天气相比 这明显感觉到降温 而且湿度增加 南部地区多云时阴 降严几率有20% 白天的温度是17到22度 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 降严几率是50% 白天的温度是16到21度 澎湖地区英时多云 降严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15到16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跟澎湖都只有15度 台南跟宜兰也只有16度 高雄花莲18度 台东20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在上个星期五呢 都是下跌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呢 美国呢突然宣布要从乌克兰呢 撤侨 然后呢同时呼吁所有的公民呢 要尽速地离开乌克兰 因为呢警告乌克兰的情势 急剧的恶化 俄罗斯可能会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呢 就会入侵乌克兰 这整个情势的变化速度 有点让大家觉得措手不及 到底这个情报的根据啊 那么是不是正确啊 那但是呢 它已经引发了新一波的恐慌 所以我们看到呢 美国股市重挫 油价大涨 而债券市场也出现了避险性的买盘 所以呢 债券价格上涨 殖利率往下滑 然后同时呢 原物料价格当中 黄豆的价格大幅度的攀升 而金价呢 也上涨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字 道琼工艺指数呢 下跌了503点 刷盘指数是 34738点 跌幅1.43% 而纳斯达克呢 则大跌了394点 刷盘指数是 13791点 跌幅高达百分之 2.78 S&P指数下跌了85点 刷盘指数是 4418.64点 跌幅1.9% 费成半导体 更是重挫了 170.86点 刷盘指数是 3365.25点 跌幅高达百分之 4.83 而跟台股相关的ADR的部分呢 也是除了 这个中华电信的ADR小涨之外呢 其他都是下跌的 台积电的ADR下跌了 2.97% 鸿海的ADR下跌了 1.71% 热光的ADR下跌了 3.84% 联电的ADR下跌了 2.72% 只有中华电信的ADR 上涨0.72% 而台指旗的夜盘呢 也因此呢 下跌了162点 至于在油价的部分呢 当然有两个因素啊 第一个因素呢 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情势 是否如美国的情报所显示的 会在近期之内就出现战争 那这个对于原油的供应 因为俄罗斯呢 它是OPEC PLUS的成员 产油国 主要产油国 所以影响重大 那么第二个因素呢 是那目前为止 OPEC PLUS它所有的增产计划 没有一个月达成目标 所以供应本来就已经吃紧 而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情势呢 更让整个的供应呢 是雪上加霜 纽约油期货价格 因此大涨了3.22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来到93.10美元 涨幅3.58% 再创7年来的新高 而拜布兰特原油呢 也上涨了3.03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94.44美元 那么涨幅高达3.31% 那也是来到了7年来的新高 另外呢 在芝加哥黄豆期货的部分呢 也上涨了9.75美元 涨幅0.62% 每普社来到1586.25美元 那至于在黄金期货的部分 在纽约开盘的期间呢 黄金期货是上涨了4.70美元 每二桶报价是1842.10美元 涨幅0.26% 不过呢 后续的电子盘呢 黄金涨幅呢 是更加的剧烈 那么现在来到了1860美元 至于白银的期货呢 下跌了0.65% 铜的期货跌了3.17%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 也出现了避险性的买盘 上涨了0.219个百分点 重回96的关卡 来到了96.03 那至于在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也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市报百分子股价指数 下跌了11点 跌幅0.15%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89点 跌幅1.27%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下跌了65点 跌幅0.42%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那美国股市在上个星期五呢 那么被吓趴 主要的原因就是 那么美国警告 俄罗斯有可能会在 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呢 那么入侵乌克兰 那么这件事情的紧张情势 升高之后呢 我们看到股市跌 油价涨 黄金涨 美元涨 然后美国公债也涨 价格上涨 而它的殖利率呢 就往下滑 那么这些都出现的是 这个整个的避险需求 开始往上升 那么这个 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 包括了法国总统马克宏 跟美国总统拜登呢 那么都跟普丁热线电话 讨论乌克兰的情势 但双方都沦于相互指责 而没有任何新的进展 那么同时呢 这个美国所公布的 二月份的密西根大学的 消费者信心指数 它的这个报告呢 来到了61.7 创下了十年来的新低 凸显出呢 现在在通膨隐忧的情况之下呢 消费者信心都已经受到了影响 好 那我们来看 先看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情势 对于这个后续的影响 那么路透社的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白宫呢 他检视了晶片业的 所有的这些关键的 零组件的来源 那么警告 有可能会因为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情势 而影响到晶片业的 上游的关键原料的来源 主要是两项 那么第一个呢 是在俄罗斯的部分 拔金的部分 它其实是很多的 这些晶片厂商呢 他们很重要的原料的来源 事实上拔呢 它的这个价格呢 在最近这一段期间 已经涨非常的多了 而另外一个呢 是来自于乌克兰的 这些重要的气体 它在这些这个光刻机上面呢 那么要使科 这一些晶片的时候 是很重要的气体 包括了像这个买啊 像克啊 像山啊 那么这几个气体呢 那么以买为例的话呢 半导体在美国的部分呢 90%是来自于乌克兰 所以呢 它的情势影响会非常的大 也是上个礼拜 为什么费成半导体的跌幅呢 要比其他的市场跌幅 都要来的重的重要原因 好 不过我们必须要提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这个券商呢 也提出了一份报告 那么提到说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情势呢 反而对于亚洲的半导体 是有利的 理由是因为呢 这一些相关的关键零组件呢 那这个亚洲地区 它临近的一些来源 没有那么高度的依赖乌克兰 可能反而受费 好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 除了这一个我们看到的 这一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情势之外呢 那就是上个礼拜呢 美国公布了消费者物价指数 就年增率高达7.5% 现在呢 市场对于联准会呢 接下来的行动就极为关注了 因为这创下了这个 40年来的新高之后 到底联准会要如何的遏制 整个的CPI 好那么就在上个礼拜呢 包括了像花旗 美国银行 还有德意志银行呢 都预测联准会在3月的时候的 这个例行性会议会 会一口气调升 它的这个利率呢 调升两码 另外呢 在这个美国有一位 联准银行的总裁布拉德 圣路易联准银行的总裁布拉德呢 他也说 在今年的上半年 也就是呢 3月5月跟6月 三次例会呢 会升息四码 所以也就是至少要一次 要升息两码 所以现在呢 预测升息两码的几率 变得提高很多 不过呢 纽约联准银行就立刻的公布了 他们最新的一些购债计划 整个购债计划呢 要到3月11号 才会完全结束 那么这个呢 会降低3月升息的几率 因为联准银行有说过 他们会在购债完全结束之后呢 才会升息 好 所以现在扑朔迷离 尤其呢又加上了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因素 现在呢 那么联准会一定会陷入两难 一方面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情势 可能导致原物料的价格 继续的大涨 尤其是油价 已经是上看一桶120美元 再加上天然气跟其他的基本金属 以及其他的农产品的这个价格的大涨 可能会使得通膨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如果出现的话 对国际经济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冲击 这一点呢 就会使得这个经济会衰退 那联准会如果这个时候 加速升息的话呢 可能又会使得经济衰退的幅度加剧 所以联准会势必陷入两难 好两位这个美国 两位这个民主党很重要的经济智囊呢 一位呢是前财政部长桑莫斯 另外一位呢是克鲁曼 这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 出现了政策论战 桑莫斯一直认为这一次的通膨呢 已经压不住了 必须要采取极大的策略 极大的动作 才能够对于抑制通膨有一点点的效果 而克鲁曼认为他同样的 他支持这个要结束QE 也认为应该要升息 但他希望速度要缓慢 千万不可以采取震撼疗法 好所以联准会的态度呢 影响非常的大 不过呢根据纽约经济智商理事会 和美国商会所做的最新调查显示 75%的CEO 美国的企业的执行长 认为要靠升息来抑制通膨是不可能的 主要的原因有两项 第一个呢是供应链瓶颈到现在没有解决 到最后呢势必要转嫁给这个消费者 而第二个是劳工成本持续的上升 这一点最终也要转嫁给这个消费者 所以呢不看好联准会的升息 能够抑制通膨 好那这边呢我们同时要看到的是 同样的除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情势 影响到美国的油 影响到全球的油价之外呢 根据国际能源署所公布的月报显示 石油输出国组织及伙伴国 OPEP Plus呢 他们的供应持续的没有达到 他们每一个月所设定的目标 而且这个短缺的这个额度还在增加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大宗商品的价格 也是蠢蠢欲动 事实上从今年以来 包括了铁矿砂还有玻璃 以及螺纹钢这一些工业用品 还有农产品的棕榈油 大豆还有这个豆油呢 涨幅都超过了一成 甚至于玻璃的涨幅超过了36% 所以呢在大陆现在面对的通膨压力也极大 另外呢 那么在这个野村的部分 野村驻香港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 他发表报告认为呢 大陆会在三月份两会之后呢 降息降准 那么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在整个虎年开红盘的第一周 其实表现是相当的亮丽 那么即便呢上个礼拜五 因为美股的下跌而开低 不过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几乎是收在呢最高点 那么整个跌幅收链只有小跌了27点 收盘指数18310点 跌幅0.15% 成交金额2617亿元 OTC也就小跌了0.05点 跌幅0.02% 成交金额是802亿元 如果就一周而言的话呢 一周大涨了3.6% 而且在上个礼拜呢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呢 外资呢连续三个交易日买超 在上个星期五呢 买超了43.91亿元 投信呢更是连续九个交易日买超 但是呢 那么今天这个台北股市呢 就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当然就是因为乌克兰的情势 那现在外资呢 在假日的时候呢 紧急开会应变 那么几个情况 包括了就是双方如果达成外交协议 这当然是利多 但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 那可能对台北股市呢 向下侧低点的压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如果采取部分协议 让冲突缓和 这个几率是最高的 但这也可能使得国际金融市场 出现这个整理的格局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财政部呢 在上个礼拜五公布的出口 连续第19个月 是年增率上升 那么创下了一月份呢 是历年来最强的一月 然后但是 这个通膨还是在飙升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恒得到 这个功词 我们要考虑人的在飙部 总要费上车 也有顺下车 坐下车 来吧 跟我推浪 在飙致 坐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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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车